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关于炭烂与嫉妒的电影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西西里岛 眼前这位骑车的少年名为雷纳多 和其他青年一样 他一无所有但富有活力 雷纳多和他的伙伴们有一件每天妙缩的事情 那就是远远的往马莲娜一眼 马莲娜是这座岛上最美烟的少妇 任何男人都无法抗拒这种诱惑 为了能见到马莲娜 雷纳多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 到了晚上少年心中的那份躁动 开始被无限放大 渐渐的雷纳多开始产生各种幻想 他不得不逃客来到马莲娜的住处附近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思念之情 一来二去 雷纳多就熟悉了马莲娜家附近的地形 他开始趁着夜色偷窥马莲娜 在这个小孔里 少年看到了成熟女人的空虚 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人气的迷茫 马莲娜的丈夫去的前线 这么多年来一直两无音讯 经过了这个晚上 雷纳多的胆子更大了 他开始从各个角度 窥视马莲娜的生活 雷纳多就像一个贪婪的孩子 不断地偷吃身边的糖果 在这种阴阳的朝夕相处中 雷纳多发觉 马莲娜非常喜欢听古典乐 为了更接近女生 她也满了一个古典乐光盘 在这美妙的音乐中 雷纳多收获了很多东西 除了情欲上的满足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慰藉 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莲娜依然是那么美艳动人 引人注目 在男人们心中 马莲娜是美艳女神 性感游物 在女人眼中 马莲娜是最恐怖的对手 需要实时提防 不久后 军方传来消息 马莲娜的丈夫 在前线战死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火上交游 小镇里的男男女女 都彻底疯狂 男人们不停地 对马莲娜送殷勤 女人们则不停地 为马莲娜编造各种绯闻 听到这些 雷纳多非常生气 她对马莲娜的爱 纯切无瑕 同时眼前 她并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这份感情 只好每天都躲在 暗处观察 马莲娜的生活 为了生活 昔日的女神 马莲娜遭到了 各种诬陷 居民们认为 她与小镇上的牙医有染 为了洗脱屈辱 马莲娜找到了 小镇上的律师 在法庭上 律师用令人作呕的语气 叙述各种辩护词 马莲娜自冷冷地望着 这位跳梁小丑 她知道 这场秀需要大量的金钱 甚至要付出自己的身体 面对恶心的律师 马莲娜不停地坚守自己的底线 很可惜 信任的女神便没有躲过摧残 律师还是得逞了 雷纳多在窗外目睹的全过程 她心目中的女神被玷污了 少年并不能理解马莲娜的做法 更不能理解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段时间后 律师由于种种原因 离开了马莲娜 雷纳多又开始了自己的跟踪生涯 她想用这种方法来 渗入到马莲娜的生活 经历那四十天后 马莲娜也开始变了 尤其是经过一次轰炸后 整个西西里岛都变成了废墟 马莲娜的父亲也死在了废墟中 沉重的打击 彻底击碎了马莲娜心中的底线 在父亲的葬礼上 马莲娜看清了每个人嘴脸 纬让她剪短了头发 害怕自己打扮得花着招着 开始马莲娜主动攻伴上一名金光 为了活下去 她不得不出卖色相换取食物 细逆的女神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户 在宽地的街道上 马莲娜顶着一头卷发 坐在男人之间 当他拿起香烟的时候 所有来人都不约而同刀出了打火机 看到这一幕是雷纳多的内心非常绝望 她多希望自己是个盖世英雄 可以打跑所有来人 拯救马莲娜 现实非常残酷 马莲娜勾搭上了德国军官 她的举动就像是爱惜羽毛的鸟儿 在经历过漫长的寒冬后 鸟儿退去了美丽的羽毛 作为奖赏 他们获得了来自春天的温暖 不过这个比喻并不恰当 对于马莲娜来说 春天并不是温暖的 就和雷纳多想了一样 她心中的爱情彻底死了 雷纳多终于清醒了过来 她所为的爱情 不过是一种变态的欲望 在她决定放下 对马莲娜的思念时 噩梦来了 德国人被赶出了西西里岛 愤怒的女人们 把马莲娜拉到大街上 不体的羞辱她 甚至还剃光了她的头发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周围的男人都非常惋惜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 愿意站出来为马莲娜说话 雷纳多也是如此 就这样 来自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被这些虚伪的人毁灭殆尽 到了第二天 宝金创伤的马莲娜 乘火车离开了这个伤情的地方 雷纳多则呆呆的望着马莲娜背影 从第一次见到马莲娜 到最后离开 她根本没和马莲娜有任何交集 不久之后 马莲娜的丈夫回到了西西里岛 原来她并没有死在战场 一番寻找 丈夫还是没能找到马莲娜 但却收获了很多冷言冷语 附近的居民把马莲娜讲成妓女 听到这些 丈夫的心变得越来越冷 她为这些人浴血奋战 换来的却是恶语相降 此时的雷纳多鼓足勇气 为她写了一封信 信里写道 我是唯一知道尊夫人真相的人 马莲娜一直对你十分忠诚 你是她唯一爱过的男人 这些朴实无法的字 恰到好处的 拧好了一颗破碎的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丈夫领着马莲娜 再次回到了小镇 新日的女神退去浮华 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她不再美丽 不再年轻 不再和之前一样自信 看到这样的马莲娜 周围的女人们开始接受她 她们热情的和马莲娜打招呼 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 马莲娜的归来 让雷纳多手足无措 她拼命的骑车离开 强迫自己不去看马莲娜的背影 她想逃避 逃避纯真 逃避年少轻狂 逃避那个偷走自己青春的美丽传说 习记里的美丽传说 不美丽也不浪漫 她像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不然提起又让人惦记 我们都和少年一样 马莲娜放在了心里 然后看上彼岸 那里依然有荣花盛放的容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小伙伴们 记得帮我点个赞